红布彩条,车头挂,欢天喜地,把车提,拿出手机拍个照,我靠 钢铁车就降价,客户是你,再生父母,你就是坑爹之王 你不会还以为马斯克要对标BBA吧? 降价只是刚刚开始,特斯拉未来就是电动界的卡罗拉 为啥现在降,哪里降了,为何能降? 在缺心缺电连涨以后,特斯拉开启了降价模式 鲁迅曾经说过成本下降留下空间,降价是促销的好手段 特斯拉采用的是成本定价法 成本加上利润确定售价,随着供应链上游价格回落 中端产品价格随不逐流正常的很 今年年中,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线改造,产能迅速提升 这导致车辆交付周期大幅缺减 部分车辆甚至供大于求,降价拉动需求就不足为奇了 城联会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特斯拉中国销量为31.8万辆 同比增长达到55.4% 而同时期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387.7万辆 同比增长113.2% 特斯拉明显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 马斯克夸下海口交付年化增长50% 2022年特斯拉要卖140多万辆车 但三季度末还有50万辆的目标没有完成 这吹上天的牛啊 恐怕得用降价让它平稳落地 谈起降价,摩尔定律大家都听得多了 其实制造业关于成本还有一个莱特定律 在汽车领域从1900年就遵循这一定律 产量每年累计增加一倍 成本价格就会下降15% 特斯拉产能翻倍的新闻不新鲜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Model 3生产多少年都没真正意义上的改过款 这冲压模具早就回本了吧 我知道以上说的句句在理 但却不能安抚你低血的心 爽的在下面 谁吐槽了,谁暗爽了 落地打八折可以接受 提车就降价血亏,我必须吐槽 下面有请100多万买Model X的资深大运种 安抚一下新车主的心灵 没下单的等等的,也不用洗大浦奔 你以为降价这事就完了吗 现在出手特斯拉,你不怕它继续降到十几万 天空飘来Model Q,前任车主BabeeQ 知我者莫若如 降价的业界太斗,新实力随之颤抖 早就预计特斯拉卖十几万 我们不讲价,王榨ET5还是新产品 嘿嘿,按照这个说法 难道卖高价才是牛叉产品吗 秋名山上的五菱红光卖一百万也不过分 在我看来,产品线和特斯拉高度重合的小鹏 面对的挑战绝对不小 如果特斯拉推出十几万的Model Q 还要啥卡罗拉呢 还要啥G3呢 最淡定的是,理想L798 坑死奶爸靠大家 我们客户不一样 排队等半年起的比亚迪 一直供不应求 降价你自己玩去 我的海豹海狮 在这唐太宗汉高祖还要出海呢 不过话说回来 年末冲标你降价 难怪知名车评人马保国也说 你不讲武德 对于行业来说 特斯拉就是电动车行业的鲜鱼 国内新实力和自主品牌车企 要与特斯拉抗衡 绝不能掉以轻心 从多方面多维度进行研判 尽早拿出相应的策略 落地的产品 才能更好应对特斯拉带来的挑战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 特斯拉降价当然是好事 该买就买 别想着会当街盘侠 当韭菜 早买早享受 这是消费者的底线思维 毕竟现在买到的特斯拉 确实比卡罗拉更有逼格 但是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过几年之后接受卡罗拉车主的藐视